我是走遍中国300个城市的车牌旅行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四川省广汉市 前段时间有网友给我留言说 怎么见你总是拍客车 老跟客车过不去干啥 多少还是拍几列货车吗 我想告诉这位朋友的是 货车不是我想拍 想拍就能拍啊 这东西就跟谈恋爱似的 得靠缘分啊 需要在恰当的时间 恰当的地点 才能遇到想拍的火车 现在看到的不就是一条货运火车吗 这条火车不算车老壳 从车厢就有50节 如果按照12.5米的平均长度算的话 这一条火车长度达到了625米 625米是个啥子概念呢 这样说吧 一个成年男性朋友的正常步行速度 一般是每小时5公里左右 按照这个速度 从这一条火车的第一节车厢 走到最后一节车厢 需要走大概7.5分钟 走得慢一点的朋友 甚至需要8分钟至9分钟 如果这样说 你还是没有概念的话呢 那你可以自己去走走看嘛 看看自己7.5分钟能走多远 当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 还能不能看得清7点 现在这条铁路是宝城铁路啊 我发现这条铁路货车特别多 客车反而很少 可能客车都走旁边的层面赋现去了吧 在货车当中呢 又以这个和谐电二行车头居多 这个车头据说是我们国家大同机车厂和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联合研制的 法国的阿尔斯通和我国的大同机车厂都在生产这款机车 但我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法国产的和中国产的在外观上有什么区别吗 现在看到的这台车是法国产的还是中国产的呢 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科普一下 另外在和谐电二后面怎么又跟了一只东风7C呢 很明显啊 这只东风7C是没有出力的 也许他俩是两口子吧 电二是老公 7C是老婆 老婆今天出来查老公的岗 看看老公有没有跟韶山记忆那只美女在一起 好了 这夫妻俩手牵手在我面前走一走 然后他俩就走了 他走了 我也要走了 所以咱们下一支视频再见 拜拜